阿们 你一向就以慈悲为怀 求你不要让我的仇人向我荒药 天主求你拯救以色列 求他脱离一切灾祸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恩赐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圣父早安 在今天的读经译 我们将听约纳先知书 约纳被派遣到尼尼尾 当时她不服从 她想要跑到小雅西亚 当时就是在途中 天主把她带回尼尼尾 以后在尼尼尾 宣讲悔改 尼尼尾人已听到了约纳的宣讲 他们就决定要悔改 从悦纳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当天主选定了我们要完成 天主要我们完成的使命 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拒绝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世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垂怜 虔诚是佛你的子民 使我们能借着灾界 克服四一篇情 并借着勤寻上功 重整我们的生活 以上说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 约纳先知书 上主的话 传给约纳说 你起身 往尼尼维大城去 向他们宣告 我小遇你的事 约纳依从上主的话 起身 往尼尼维去 尼尼维在天主面前 是一座大城 需要三天的行程 才能走完 约纳开始进城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宣布说 还有四十天 尼尼维就要毁灭了 尼尼维相信了天主 立即宣布进食 从大到小 都身批苦衣 这消息传到 尼尼维王那里 他便离开宝座 脱去王袍 披上苦衣 坐在灰土中 然后 与君王和大臣的名义 颁布命令 在尼尼维宣布 人 牲畜 牛羊 都不可吃什么 不准吃 也不准喝水 人和牲畜 都要披上苦衣 每人要恳切呼求天主 更要离开邪恶的行为 放弃手中的暴行 谁知道 也许天主回心转意 怜悯我们 收回圣怒 我们就不致灭亡 天主看到他们所做的事 因为他们放弃了邪恶的行为 就怜悯了他们 没有把原先宣布的灾祸 降给他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天主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天主 你是仁慈的 求你怜悯我 你有丰厚的慈爱 求你消灭我的罪过 求你洗尽我的过犯 消除我的罪迁 天主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天主 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在我身内 注入坚强的精神 求你不要驱逐我 疏远我 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 天主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因为你不喜欢祭献 我献上全凡祭 你也不会怨纳 天主 我的祭献就是痛悔的精神 你不轻易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天主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光荣明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光荣明 你们应寻求善 不可寻求恶 这样你们才能生存 万军的天主 上主 也必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光荣明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光荣明 愿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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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 愿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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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照样成为这时代的征兆 定他们的罪 因为你那位人听了 愿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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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 我们去年我们的天下一家大平林这里的圣员会员工 我们有户外的旅行 我们到合幻山 但是之前我就跟会长提了 说我们有这样的团体的活动 那我们的会长就说 那你要写那个神经书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这些的 一切就是变成一个传统 神经书也没有 我们就通知会长而已 但是他说 没有你要写一个神经书 以后要签名要盖帐 以后我就说OK就可以了 我那时候有一点点的不服 也不舒服 说以前我们就这样做 现在为什么有多的要求 但是后来我就想 我们做的什么事情 应该就是这样做 那我们跟别人 我们要谈说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一起合作 那这个不只是口头上讲而已 我们需要有一个文字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合约 我们写了合约 但是如果没有盖帐 也不生效 也不会生效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那我们做了 那这个成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的 可以让我们相信 让我们信任 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一起做的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同时代的人 耶稣已经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有关天主的国的消息 他不只是讲 他也用心动 用奇迹 做了 来表达 来宣讲天主的国 但是这一次 这些群众在耶稣面前 他们要求耶稣给他们一个征兆 如果你今天 跟我们 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些的征兆 给我们一个奇迹 我们看到 为了要证明 你是从天主而来的 我们就相信 等于说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盖着帐 那这个已经成效了 我们相信你了 但是耶稣就说了 对不起 今天我不会再给你们什么征兆了 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在你们面前发生的这些的奇迹 你们不相信 在今天我不再给你们 以后他就用旧约里面的 越纳 这个事件 跟他们讲 除了越纳以外 没有其他的证教 在你们面前 那我们说越纳 耶稣就讲了 越纳 就是另一位人的征兆 人子 是这一时代的征兆 那他把他自己 跟越纳 来 放在一起 以后那 另一位人 跟这一代的人 也放在一起 那 越纳跟耶稣 是怎么样的 越纳 我们就知道 他就在 与父里面 三天三夜 耶稣自己 他将三天三夜 被埋葬 但是第三天 就复活 那你那位人 听了越纳的话 越纳的全讲 他们就 就悔改了 那不一样的是 耶稣时代的人 他们听了 耶稣所讲的话 他们看了 耶稣所做的事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就是这里 越纳 那个另一位人 跟这一时代的 不同 就在这里 他们无法接受 所以因为是 他们不接受 耶稣就说了 你们这一时代 将会被审判 那这个谁也来审判 他就用 也是另外一个 从九月里面 他说南方 女王也要来 南方女王 她来到耶路撒冷 是那个撒罗马时代 为了向撒罗马 要学习 要看撒罗马的智慧 他就说了 这里还比撒罗马 更大了 撒罗马很有智慧 但是在这里 在你们面前 比撒罗马 还更有智慧 他的话 是非常有权威 他不只是一个国王 他是天主子 你们竟然不接受他了 因为人听了 越纳的宣讲 他们悔改 但是这里 比越纳还更大 天主子 为你们说话 你们无法接受 他就说 以后这两个 南方的女王 还有越纳的人 他们回来 审判这一时代 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聆听了天主 的圣言 我们也 我们的眼睛 也看到了 天主所行的奇迹 在每天我们参加 那个弥撒 我们接受了 耶稣的身体 这个是最大的奇迹 但是 我们有没有 做自己的悔改呢 像另一位人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下决定 下定决心 说我们要改正我们的生活 走向天主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的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我们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传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身 全意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灵 小爱 我们决意 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生于教会 首长 国家英秀 请各取政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取义 为众人 福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 大分世界的 安慰 圣神 经历于我们 及一切 心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 敬畏及 孝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 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超见及 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 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 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 基督徒 所向 同一步伐 并使 教会 奉受 福音的 狂大人命 获得 你的 真理 及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 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先以诱惑 当救我们 怜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 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神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福 祝你 祝你 祝我 祂 总为其我们欲不顾 欲渡遥远 长夜又漫漫 却有你的爱和光云左右伴 你的智慧也自众争良善 永世我们奋斗的希望